广式栗子焖鸡 急冻鸡简单好吃的做法 出锅三斤鸡肉不够吃 嫩滑鲜香入味 这样做出来即使是急冻鸡也超级好吃 烹鸡小技巧重点讲解 一做的家常菜比饭店的好吃 急冻鸡1800克斩成块 配料只需三样就能满足色香味俱全 鸡肉的做法多样 比较好吃的做法有白切紧 水鱼焖鸡烤鸡烧鸡等 这些做法要鲜美好吃都离不开鸡一定要新鲜 如果用急冻鸡做味道就逊色不少 但这种用急冻鸡来做栗子焖鸡味道超级好吃 开中火把砂锅放入烧热 热锅下油淋入一汤匙石油 放入生姜四片 翻炒片刻 把切好的鸡肉 倒入砂锅翻炒均匀 翻炒石油讲究一定要炒香 正如视频一样要达到这样的效果 时间火候要掌握到恰到好处 炒至鸡肉变色后加入栗子 栗子甘甜粉糯营养丰富 栗子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等物质 倒入栗子后翻炒片刻 加入一杯清水 加入两汤匙老抽 加入一汤匙生抽 加入冰糖三粒 加入陈皮一半 翻炒均匀 盖上盖子开中火焖煮15分钟 时间到开大火收汁 翻炒均匀 最后加入灵魂调料 太美味香濃了 倒入几个小米辣可选 增加鸡肉的香辣味 鸡肉带点微辣可增加食欲 出锅装盘 香味扑面而来营养美味的栗子焖鸡 一道纯正天然的味道 鸡肉鲜嫩可口 栗子甘甜粉糯入味 每吃一口鸡肉满满的持久留香 非常有治愈的味道 配方 鸡肉1800克 板粒250克 酱油3汤匙 冰糖3粒 陈皮一半 清水一杯 砂锅焖煮15分钟 鸡肉30克 砂锅焖煮15分钟 酱油4高速氧